在通报以及搜证的这些部分 我们确实发现了有不足之处 这次的事件我们相当的哀痛 我要再度在这里表达非常高度的不舍 因为我们没有搜证的以待 让整个事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无法迅速的招工信 也让家属无法很快的去了解案情 以安家属之心 让家属在煎熬之中度过这么久的时间 这样的一个令人感到伤痛的过程 我今天也在这里再度表达歉意 我们对社会对家属就这件事情的部分 确实应该要通家的检讨 关于2月14日取缔大陆级快艇的事故 本会折层海巡署成立策禁小组 我们也要求策禁小组全面通盘的检讨 无论是在勤务的管理 无论是在装设备的管理的部分 以及在这一次我们所发现的在通报以及收证的这些部分 我们确实发现了有不足之处 这一次的事件我们相当的哀痛 我要再度在这里表达非常高度的不舍跟高度的遗憾跟高度的哀悼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看到 19年前第一次发生过一次 19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发生了一次 执法的目标我们是要免于伤亡为最高的目标 这一次无论有没有过失 无论海巡有没有过失 因为我们没有收证的引带 让整个事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无法迅速的招攻心 也让家属无法很快的去了解案情 以安家属之心 让家属在煎熬之中度过这么久的时间 至今事情未得到解决 没有收证好造成的影响 社会的震荡跟大家的伤痛是多么的严重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痛加检讨 我们的海巡署的副署长 已经在记者会公开表示过公开道歉 我们的署长也已经在上乡与家属的接见的过程之中 也表达了歉意 我们过去因为没有收证的这件事情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令人感到伤痛的过程 我今天也在这里再度表达歉意 我们对社会对家属就这件事情的部分 确实应该要痛加的检讨 那未来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在就任以后从三月份开始就折成海巡署 要对所有的装设备做一个全盘的盘点 那么在四月份28号的时候也折成说 这个盘点有所需要要成立建案来推动 所谓成立建案就是一定要用中长期计划 把所有我们的装设备之所需要 做了全盘的盘点之后 能够用中长期计划来推动 这个中长期计划在今年一月份也已经完成 我修改了计划希望所有平滑预算的处理方式 能够改成一次补足逐年态换 所以这个计划目前是以一次补足逐年态换的方式 我们将用中长期计划来完成所有装设备的补充 那这个装设备其实不只是密入器而已 还包括救生救难的各种设备 以及所需要的各装等等都包含在内 大约是一个十亿余元的计划 这个计划已经完成 这是从去年三月以来 我一直责成希望海巡署能够完成的一个完整的计划 那也因为有这个完整的计划 所以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我们非常迅速地就计算出所谓密入器应该要补足的数量 而很快地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抽出来 在今年就来进行 不必等到中长期计划的核定 我想问一下这个金门全世界 现在是不是有强调说 是不是要回到人道面 然后从民间模式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非常希望就是人道优先 那人道优先的部分 也是过去这15次的沟通协商的过程当中 比较有高度共识的部分 比如说有关于抚慰金 以及有关于遗体的领回 像这两个议题 是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能够最快的时间 直接对家属做人道抚慰 以及人道处理的项目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课题之下 人道优先的项目的范围 我们事实上海巡署也有在努力 我们也愿意就像陆委会所说的 有很多的选项 我们可以来努力 进行就这个部分 能够赶快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和过去在协商过程当中 所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其他部分 比如说真相 就责等等这些部分 这些部分 我们真的需要有时间让司法来厘清 必须等司法告一段落的时候 才能处理 所以这两大范畴 我们非常希望 人道优先的范畴 能够变成 是我们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共识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感到非常非常高度的遗憾哀伤 那种心情 在人道上 我们很希望很希望 能够取得有一个处理方向的共识 这个部分 我们也认为是对家属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目前包括 陆委会的看法也一致 有很多的选项 那包括海巡署其实也都有在做一些努力 所以这个苗栗外海间有大陆船 从六海里 那因为我们风浪在大陆船 这样怎么办呢 我想这样好 风浪的问题 其实 我们海巡的日常都会去遇到 那 当天我们有 要调大船进来处理 所以那天的大船主要他也在阴处其他应该要处理的取缔的工作 巡护的工作 所以当大船来的时候 对方也已经离开了 那以海巡署来讲的话 今年到现在 到昨天为止 今年已经驱离了349艘越界的渔船 已经驱离了349艘 所以海巡署的日常 面对各种越界的渔船 我们依法执行 都尽全力在做 风浪大的时候 比如说在澎湖海域 风浪大的时候 有一些对岸的渔船 他们会基于避风的需要 我们其实 如果他们有避风的需要 我们也有处理的SOP 所以以这一次 苗栗的这几艘船的事件 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们也很忠实的 跟社会做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们有透过 证监目的系统 有一直持续的在监控 那遇到这个风浪这么大 然后大型的船舰赶回来的时候 来不及赶上的这样的状况 我们也偶尔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但是我们会尽全力的守护 我们的海江 所以我还是再一次的重复 今年到现在 我们每天都还是在执行 这个捍卫海江的工作 已经也驱离了349艘 海巡的同仁在海上捍卫海江 工作当然非常的沉重 风里来浪里去 我们会尽量做到最好 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谢谢 我们今年度应该会有29艘新建交船 大型中型小型的船舰 每一年都用很快的速度在造新建 然后我来了以后也争取到了高达90亿的预算 逐年这90亿要来维修跟大修 我们现有的船舰 那以今年来讲就有十几亿的预算 也一面在修船 然后一面在造新船 那如果我的数字没有记错 今年大概也有29艘 也有29艘新船会交船 谢谢大家 我们一直在努力 谢谢 谢谢